该项计划别名为往后区可再生快线 由Rise Light & Power公司开发 通过两条独立的海底电路和路上设施 将离岸风能引入纽约长导市的雷文斯·伍德法电站 克林特介绍风能相比核能和天然气发电要安全得多 成本更低廉和稳定 还有利于降低家庭的电费支出 市民可以通过网站 电话等方式表达民意 并揽阅相关审批文件 Rise Light & Power公司表示 预计最早于2030年 江峰能提供的电力介入现有电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 陈生旭 纽约采访报导